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干锅花菜 首先我们准备花菜500克 将多余的花菜头去掉之后改刀切成小块备用 同学们也可以用手撕成小块 将切好的花菜放入盆中清洗干净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干锅花菜的辅料 准备半肥瘦的五花肉150克 去掉猪皮之后切成薄片备用 加五花肉的目的是增加香味 准备大蒜30克切成小粒备用 准备小米辣20克切成小粒备用 不能吃辣的同学可以不加 准备几个二斤条辣椒切成马耳朵型备用 准备干辣椒10克剪成小段备用 加干辣椒的目的是增加香辣味 再加入几颗青花椒备用 最后准备小半个洋葱切成细丝 放入干锅中垫底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食用盐一克之后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将准备好的花菜下锅焯水40秒钟 中途再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加植物油的目的是让花菜保持颜色和口感 水开40秒钟之后将花菜倒出备用 然后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滑好锅之后将热油倒出 然后直接加入切好的五花肉下锅炒香爆出猪油 五花肉炒香之后加入准备好的大蒜和小米辣 再加入准备好的干辣椒和青花椒 然后开中火翻炒一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辣椒和料头爆香 料头炒香之后再加入切好的二斤条 再加入处理好的花菜 然后开大火将花菜翻炒几下 将花菜翻炒均匀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生抽酱油10克从锅边淋入 加入鸡精一克 加入少许白糖提鲜 再加入食用盐0.5克 调好味道之后再加入适量的明油 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干锅花菜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干锅花菜的技术总结 第一最好选择油滴花菜这样口感最好 第二花菜下锅焯水之前必须加入适量的盐和油 这样的目的是保持花菜的颜色和口感 第三此菜调味大部分是依靠生抽酱油 食用盐必须减少用量 干锅花菜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